早安气象时间 又是一个新奇的新开始 送走了烟花台风 昨天开始北部东半部 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 不过我们要来问至于 是不是天气两样形 以中南部来说 好像都蛮容易下雨的 没有错 事实上现在呢 包括在台南高雄屏东 气象局还是针对这三个县市 发布了大雨特报 还是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为什么会有这种北东特别的热 中南部在下雨的情况呢 非常关键 也是这个礼拜的天气重点 就是西南风了 西南风其实现在 还是持续的影响台湾 不过目前来说 强风轴并没有对着台湾而来 但是呢 其实已经让中南部的雨势 会比较明显了 我们来看到 以这个礼拜的天气来说 星期三会是个分界 星期三之前呢 西门风还没有这么强 所以说南部地区的雨势 虽然会下雨 但是呢 基本上还不会太大 而且北部东部都是明显高温 但是等到星期三过 后这个水气开始慢慢偏多了 中南部的雨势呢 就有机会开始逐渐增加 而且有机会更多一点 所以这个星期原则上 都是维持在一个 北部东部有高温 另外呢 来到中南部会下雨的天气形态 事实上 昨天其实很多观众朋友 已经感受到了 昨天呢 那在北部东部你可以看到 从温度分布谱上面看到 都是一个高温热气的状况 北部东部都是这样 甚至在昨天台东的太马里 达到了40.6度 破40度的高温 包括是在大台北地区 也普遍来到了37度 这样天气 在今天还会维持下去 而且昨天的雨势呢 主要集中在哪里 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尤其是在屏东 我们看到两天的累积雨量 就可以发现到 包括的屏东的新来溢 来到了218毫米 另外呢 包括西大午山 还有大汉山 基本上雨势也都是明显的 这种天气态势 在今天还会持续下去 我们来看到了大雨特报 目前来说 包括台南高雄屏东 这三个县市 都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现在上班时间点 如果有开车 骑车需求的观众朋友 还是要特别注意到 速度稍微放慢一点 安全优先 不过在今天 如果你是在 北部东部的观众朋友 我会特别提醒大家 尽量穿得稍微透气一点 因为天气真的会非常热 包括在苗栗北地区 还有东半部 现在都被热露 高温资讯的范围 尤其在花莲的纵谷 还有台东的纵谷 有机会高温冲上38度以上 所以高温状况 还是大家在今天 要特别注意到的天气重点 不过以台风资讯来说的话 烟化台风 现在已经准备要进入到浙江了 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沿海的风浪仍然偏强 另外在尼泊特台风的部分 会拐弯往日本的方向前进 对台湾也没有影响 最后我们来关心到 各地的天气状况了 以北台湾来说 在今天还是热区当中的热区 中午高温有机会冲上37度 中部地区苗栗台中 彰化南投云林 中午高温 大概在35到36度左右 南投云林要特别注意到 午后的降雨 再来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南部地区也都是一个降雨时间 拉得比较长的地方 中午高温来到了32到33度左右 广东走 以南花园台东 还有外岛地区 也都是一个晴岛多元的天气 尤其在花东地区 要特别注意到极栏高温 有机会冲上38度